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昨天的節目 我們說到了 相繼浮出水面的幾條大鱷和王八 今天我們來串燒幾條新聞 談談華盛頓沼澤中的一個頭面人物 索羅斯 川普律師為什麼建議川普不要使用反叛亂法 佩洛西在第二輪新冠紓困方案中的陰謀 以及中國大面積停電的原因等話題 12月22日星期二 美國媒體Gateway Pundit創始人喬·霍夫特 談到了喬治·索羅斯如何和他的同夥合謀 試圖把川普趕下台的故事 索羅斯反對川普可謂是眾所周知 而他們的分歧似乎起源於對全球化的看法 索羅斯是全球主義的倡導者之一 他曾寫過一本書 叫《索羅斯論全球化》 在索羅斯看來 全球經濟需要全球機構來治理 今年90歲的索羅斯 擁有著各種頭銜 哲學家、金融家、慈善家等等 而最被外界所津津樂道的名字有 金融大鱷、亞洲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 打垮了英格蘭銀行的人 但是外界知之甚少的是 索羅斯的哲學思想是進步主義 實際上就是改頭換面後的共產主義 他還是羅斯查爾德家族的大管家 索羅斯自稱摧毀美國是他的最高理想 2017年 超過12萬人在美國白宮請願網站上簽名 向白宮請願認定索羅斯為恐怖分子 請願書說 索羅斯不斷蓄意破壞美國的穩定 並且實施了其他煽動對抗美國及其公民的犯罪行為 他創建並資助了數十個 甚至數百個游離的組織 唯一的目的是利用阿林斯基式恐怖主義策略 來摧毀美國 請願書要求 美國聯邦政府和司法部門 應該盡快宣布索羅斯 其所屬的公司 以及其成員為恐怖分子 並且根據美國民視沒收制度 剝奪其全部財產和資產 不過 民眾請願並沒有動得了索羅斯 然而 讓索羅斯們惱怒的是 川普總統卻讓他們很難堪 自2016年起 川普總統的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做法 讓美國人民看到全球化是錯誤的 強大的美國經濟是減輕貧困和失業的一種方式 而且 川普的做法也讓世界人民看輕了 一個強大而自由的美國 是世界和平與繁榮的關鍵 在2020年大選中 索羅斯是民主黨的最大金主 他的合夥人 英國的馬洛赫·布朗勳爵 通過操控投票機系統和軟件 企圖把川普趕下台 大選過後 索羅斯以此作為獎勵 任命布朗為索羅斯開放社會的新主席 這個組織負責監督和資助索羅斯的許多事業 並企圖摧毀美國 不過 在我們看來 全球化並不是索羅斯和川普的根本衝突 他們的根本衝突是 索羅斯想要通過全球化實現大政府 就是羅斯查爾德家族所宣稱的世界新秩序 在全世界實行魔鬼撒旦教義 而川普則提倡回歸傳統 給人民以自由 並恢復人對神的信仰 所以 2020年大選實際上是善與惡 和平繁榮與全球精英 及其極權主義信念的大戰 邪不壓陣是真理 有很多信急的川普支持者 特別希望川普立即採用雷霆手段 實施戒嚴法 一舉將拜登 奧巴馬 索羅斯們 這些參與選舉爭辯的壞人神之以法 不過 我們認為 川普一定會將法律牌打完 以此來喚醒民眾瞭解真相 得到最大的民意支持 而戒嚴法是最後的手段 日前 川普高級法律顧問詹娜·艾利斯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他建議川普總統不要使用《反叛亂法》 去解決2020年大選出現的爭議 180新年的《反叛亂法》 是美國聯邦法律授予總統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 部署美國武裝部隊來平息內亂或叛亂 艾利斯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我們分析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川普團隊相信 在現有法律的框架下 川普仍然有把握 贏得最後選舉的機會 川普還有足夠的時間 具體的 我們將在下期節目中再和大家一起探討 第二個原因是 川普心地慈善 他不願意看到戰爭和內亂 就如在他的任期內沒有發動過一場戰爭一樣 所以 川普希望用最大的努力爭取在憲法框架內 解決選舉舞弊的問題 以此來避免內戰和流血 22日 川普總統的律師朱利安尼 也表達了相同的意思 他說 對於喬治亞州投票機 他預計未來幾天將會爆出幾個大料 他還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 關於投票機器 我們將在今後一兩天內 爆出喬州的一兩個大料 讓我祈求好運吧 大家可能都知道 朱利安尼近幾天 曾經在六個搖擺州提出要封查投票機 結果全部被州長們否決了 那還有什麼好消息呢? 要知道 23日是個大日子 就讓我們一起來祈禱吧 希望好運的到來 但是 黎明前的黑暗總是充滿了艱險 22日 川普總統拒絕在國會通過的 第二期新冠紓困方案上簽字 也粉碎了一場佩洛西的陰謀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12月21日 在長達數月的爭論之後 美國國會終於在一項約9,000億美元的 疫情援助方案上達成共識 這一方案將打包在一筆價值1.4萬億美元的 更大支出法案之中 在9,000億紓困方案中 美國公民每人 可以獲得600美元的援助 但是 非法移民每人可獲得高達1,800美元的援助 這方面的預算總共為2,000億美元 而剩下的7,000億卻分配給了利益集團 包括比爾蓋茨基金會等 其中 多達2,000多億的資金被計劃用於外國援助 包括了援助蘇丹7億 烏克蘭4.5億 尼泊爾1.3億 緬甸1.45億 以色列33億 巴基斯坦性別項目等4,500萬 柬埔寨8,600萬 委內瑞拉3,300萬 亞洲安全保障項目14億 對外軍事援助13億等等 實際上 這是一個全球主義者的援助方案 是一場左派的政治秀 與川普總統期待的援助飽受疫情折磨 生活有困難的美國人民和中小企業主相差甚遠 22日 當這個長達5,000多頁的紓困方案 送到總統辦公室後 川普總統拒絕了簽字 川普總統當晚在推特上語出驚人的表示 國會最新規劃並送到我桌上的法案 和我預期的差太多 真丟臉 川普總統說 國會通過的近9,000億美元的 刺激計劃不合適 並呼籲議員修改內容 提供更多的援助 他在推特影片中檢討紓困計劃的多項缺失 提出要求對美國公民的補助 從現在計劃的600美元提高到2,000美元 或者是一對夫妻4,000美元 川普還要求國會刪去不必要的支出 批評預算計劃竟然包括資金流向海外的條款 更加驚險的是 根據希望之聲報導 這個5,000多頁的紓困方案中 竟然被民主黨佩洛西控制的國會暗插了 廢除總統使用《反叛亂法》的條款 一旦簽署該方案 川普總統將失去最後一張王牌 說到新冠病毒 我們就來說說新的病毒變種 22日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前局長戈特利布表示 在英國發現的變種病毒已經在美國境內出現 他預測 美國未來3至4週的疫情會持續蔓延 直至進入疫情高峰期 這次新冠狀病毒的新變種VUI 最早發現在英國 從而再次引起全球恐慌 英國衛生大臣漢考克表示 說這種病毒已經失控 據稱 新的變種病毒 比其他現有毒株的感染性高出70% 導致英國南部地區的感染數字急劇飆升 除了英國以外的其他歐洲國家 包括丹麥 荷蘭 義大利等地 以及澳大利亞也都出現了這個變種病毒 目前 全球40多個國家發布緊急旅行禁令 最後 我們再來分析一下中國大面積停電的原因 22日 繼浙江 江西 湖南 廣東 深圳停電後 北京和上海也相繼停電 專家指出 中國近幾年沒有出現過的大面積停電 在疫情期間突然發生 可能有不可告人的原因 根據中國民主黨全球委員會主席王君濤說 中國大陸突然出現大面積停電 有能源供應跟不上的問題 由於中國國內經濟下滑 並且和一些國家的關係搞得緊張 澳洲煤進不來 這會受到一些影響 但是 可能還有別的原因 王君濤分析 中國疫情發生後 中國經濟還在恢復期 不應該有大規模的需求 他認為 中國東南方面出現停電 不排除中共正在準備打仗 建設軍用設施 而這些軍事項目耗電量巨大 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 中共因為要準備因應有可能出現的重大突發事件 進行一個新的管理測試 而在此前 中國問題專家王維洛分析 中國其實並不缺電 此次中國南方 包括上海、廣東、浙江等省 出現大規模停電 其目的是為電費大幅漲價做輿論準備 根本不是因為澳洲禁止煤炭出口 導致中國國內煤炭價格上漲 也不是俄羅斯電力公司 停止向中國供應30億度電的影響 其真正原因是 政府沒錢了 想通過電費漲價 獲得所需的財政收入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 請訂閱、點讚和轉發 我們下期再見 謝謝 有у Unte 都取消了 在此 當然要